但是确实日本的这个深夜食堂 为什么在中国有一批那么固定的粉丝 你说大家对其中什么情调 特别唏嘘不已 我说呀 嗯 我想其实呢 我后来又看了一个 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 就还是要谩两句啊 虽然你在 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把日本的这样原样照搬过来 就很奇怪 然后包括说那个 那个男主角是有个疤的 然后黄磊老师他也有个疤 但他一擦汗都快把那个疤擦掉了 这个就很奇怪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人有看这深夜食堂 就每个人其实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然后所以呢 他在看这个深夜食堂 看到一个个这样的什么特殊的故事里 他觉得自己也有特殊的可能性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也这个失恋过 但是我当放在一个独特的空间里 比如说深夜食堂 让我这个我的失恋好像就有了格外的美感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深夜食堂 就喜欢这种空间感所造成的戏剧性吧 其实你说在家吃泡面 其实才是这个失恋的场态吗 你不一定要到一个这个 我是觉得 那个环境不一样 社会环境不一样 出的那个中国和日本社会背景不一样 他们喜欢小的聚酒屋或者小的食堂里面 他是跟那个老板去沟通的 你要把他搬到中国来 谁了 你不要说老板见不到 连厨师都见不到 你在日本他既是老板也是厨师 你下次来他知道你什么口味 对吧 你不是每天来 但你来到这里我就要吃他的 我要我要什么味道 这老板就会知道 这就是 所以日本的所有的餐厅 几乎是没有包房 几乎是都是小的 这样他人性化 可以沟通 那你今天进的什么好食材 他他大概知道你是做鱼的 做牛肉的 或者哪怕是做猪肉的店 也有拉米馆 也是都是个小的那个吧台 你看那个吧台啊 就那个柜台啊 日本是不是习惯就是说 不认识的人 你们俩在哪吃 但你们聊天 我也看着 我也听着 我也甚至插花参与 完全可以 我们同类的人才来同一个店 小青你觉得中国人是这样吗 我觉得中国人是圈子 就是自己会 自己的圈子 对 就会很难听 或者说你可以旁听 有时候自己会笑 你比方说 你听到大家在说 这个房子啊什么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杭州 你如果说是股票啊 怎么样跌啊这么跌 你可能是在上海 如果是觉得 哎呀这个 这个中东地区和平 怎么怎么样 这个什么时候收台湾 你知道你在北京 这肯定在北京 就是但是你是听 你不会去参与谈 但是我有一次在这个广州吃那个 大概是吃早茶 然后我在这一桌 然后旁边一个中年妇女 忽然说 哎那肠粉怎么样 我尝尝 然后她就自己尝了 真的啊 真的不拉自己当外人 对然后我也没办法 也只好吃了她的这个糖包 什么之类的 建立起来某种奇怪的 那我觉得这个在国内 还是比较少的 日本的夜食文化和中国的宵夜文化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日本它是酒馆为主 然后会有这种酒馆之后的深夜食堂 但深夜食堂它不是果腹 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 要品尝美食 那中国的宵夜更多的意义在于 交往 社交 对日本经常一个人 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 对 一个人喝小酒 一个人思考 你摆得也很压抑嘛 而且你看像说这个吃的 我觉得这个生理的背后 真的是心理 就是说美食的背后还是感情 是精神 你看你看日本的深夜食堂 你感觉到的那么一种 特有的那种情调 我觉得就像咱刚才讲的 这种失忆者失落者 为什么日本的有些居酒屋 有些半夜里的这些小馆 老让我有那种 同事天涯沦落云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那种 那么一种感觉 就是 因为我觉得人们到这个小酒馆 或者到这个所谓的 其实刚刚您说那纽约 那个第三空间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人在这个生活的 因为我自己是在家吃饭 所以我知道在家吃饭 你的这个生活节奏 你得围绕着这个饭点来 我妈说六点开饭 我五点半了 我要六点半才回来 那我就是这个臭不要脸的 所以你这个生活整个是 得围绕饭点 但是你去这个宵夜 其实是一种生活饭式以外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哪儿 然后在这个工作和生活 两个被规定死的这样的空间以外 你有一个第三空间 只有在这个空间你是自由的 但那个自由又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一点点自由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人们对于那点自由的这个 又是珍惜 然后又是不舍 所以就造成了失忆者的氛围 对 在中国吃饭都是要定点的 我到现在没吃过一顿饭 从早上到现在 因为我是白天不吃东西 我这两三杯咖啡就可以 过了晚上十二点 我再眼睛亮 我那个时候再开始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去 叫哪一个朋友或者找谁 我们即使谈工作 也能找到一个 今天不同的味道 那歌舞基丁 就所以你最有资格谈谈 人在后半夜表现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觉得人不要都要求 一定要晒太阳 一定要晒健康 你像我几十年不见太阳的人 你看我也不出脑 对不对 我什么毛病也没有 肚子也没有 每天喝啤酒也没肚子 我觉得真正的健康 关注不要学习 没有 首先是新的要好 对 心态要好 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没关系 想吃的你就吃 所以日本料理其实很科学 不说是烤一大盘油什么 关盘子 而且只有一点点 精少 而且原汁原味 像我们自己做湖南茶 我就一定跟我们厨师讲 不要搞那么多油 不要搞那么多 什么什么的味道 全在上面 你放了这个酱 放了个酱 这个菜的本身的味道就不知道了 是 但是你要在 我必须说 确实是非常好吃 主要是因为挂着舌尖上的中国 但是你如果比方说 在现在的宵夜市场上 你如果开这种清淡的 他就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你不信 待会我们结束了 我们去鬼街去看 你去看 那可能有一家小龙虾的店 在鬼街就有两个店 或者三个店 都是排大队的 就是你问 这个美食家们 说这为什么这家 排那么大队 就是他家最辣 真是 小青 你看你说中国人的这个什么宵夜 烤串 麻辣烫 还有什么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甚至是西北那边肉夹馍 是吧 都是油腻 半夜好油腻 对 刚才说的那个数据 小龙虾可以不油腻 可以做成遭罪的 可以做成清蒸的 但是 你放到宵夜谁吃 你对不健康食物的向往 对 要犯规 要吃这么一点东西 他曾经 那你说 而且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 为什么呀 因为你玩不了手机 真是 手机上全是抓一抓一 你看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的朋友吃什么的都有 没有吃小龙虾的 拿不起来拍 只有在这个刚端上桌的时候会拍 然后再次更新就已经 大家都说话了 对 这我看小青有本书叫 致味在人间 我昨天晚上还看 我发现他就对油腻 这个好像对人的这个作用有研究 对 人对油腻 尤其是中国人是天然的喜爱 因为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 在我们的历史里边 平均每70年有一次大的灾荒 所以这种饥饿的基因是写在 我们的骨子里的 所以我们也做过时间上中国里边最受观众喜爱的食物的这个排行就是分分钟收拾率的这个排行 看哪个观众最最看的最多油腻的最高 第三类就是油脂类食物 第二名是主食 第一名是主食加着油脂类食物 我跟你说 你可以听他说是 他那台写一段我看听到 说到内蒙最最尊贵的 比如说就是煮一只羊 那到最后呢 他还提这个刀子一蒙古大汉 哗一驮羊尾 对一捧 然后他拿刀子 就是那就是颤巍巍白花花的一堆脂肪 然后你是主胃 捧到你的面前 那你听他说怎么吃 贴在胳膊上 然后你顺着他胳膊吸 而且吸完了你会发现这个胳膊这块干净了 我觉得那你吸完了之后不会像那东京男人一样扶着天线根默默的吐吗 我们当时另外一个导演 他吸了两条二十三条 我们从沙漠出来的时候 他坐在前一个 这个骆驼上 就看他左一下 右一下 不是当然是喝酒喝的 但也不是 羊尾巴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你汪曾奇先生 这我最喜欢的美食大家 他曾经写过羊尾巴 就是叫拔丝羊尾 拔丝 拔丝底瓜 拔丝羊尾 就里面一炸 里面就全是一包油 就是一包油 而且呢趁热吃不腻 你知道吗 就是外头裹上了东西 说吃下去的时候 说哎呀他没有说什么味道 他说这个东西 就是人不能吃 就是这个是应该天上的味道 哎呦 你知道我那个最冲冠一吐是吧 那是我们同学有名的是哪个 烤鸭 我跟你讲是当时呢 我们那个五大新闻系 在中央电台实习 实习呢不是 那个时候实习生没什么油手 吃不着什么 参加一个全聚德烤鸭的 那个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呢 完了之后呢 就送你一只烤鸭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调料的 也没有酱 那时候 我们几个同学 我就滴了一只白的烤鸭 什么酱都没有 他就吃 然后喝那个二锅头 喝完了之后 我们那个时候是住 住在一个小学教室里 几个人 一个人一个行军床 吐 他们就说最后看着 是怎么伺候我呢 就看我啊 躺在这 喷泉呢 哗一下子 然后原路线 啪到脸上 你知道吗 那是我冲天一吐 那全是那个油啊 我觉得那个北京烤鸭 白的北京烤鸭 你真没吃过 我就觉得吃的 我跟你说啊 从未到嗓子也 这皮皮不是那种烤鸭 不挂糖色 不挂糖色 就是外面不文 白的 它是人家回家 让你回家 你家里有厨房 你在料理嘛 油在网上浇 就那么横吃 我跟你说 吃完了之后 我的感觉啊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食馆 刷了一道油 这通的 哗哗 那个顺畅啊 我就觉得 甚至于那个吐的东西 都没进鼻子 就叫 哗哗 我的天 你这 回到这脸上 对 所以我就想 就你这个还没事啊 它不影响别人啊 基本上在自己家里 就小学 小学教室也是自己家 自己全吃了嘛 喝杯了 上海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叫小宝 宝爷 小宝 宝爷 宝爷 宝爷经常跟沈一 沈文威老师一起喝酒 但是宝爷的酒量呢 就特别一般 有一次 这个宝爷就 做沈爷 叫了出租车 送他回去 他就 他就吐了 然后呢 沈老师就跟 出租车司机讲 说 麻烦您 开 开稳一点 然后 这样 好不容易 把小宝老师 送到 送到家了 沈老师就拿出来 多拿了200块钱 说这是 给您洗车的 那个司机下来 就是上海的司机 非常执意的 戴白手套地说 说 说先生 您讲我开的稳不稳 那个 那个 沈老师说 非常稳 非常稳 您讲我开的稳不稳 非常稳 非常稳 结果那司机 就是能忍了一路了 对对对 你说这个 我真是联想起 什么叫深夜食堂 说那叫凄凉 我跟你说方舟 你写这个爱情故事 我跟你提供一个 我的亲身素材 我后来想我要拍电影 就拍这么一幕 我30岁的时候 跟一个女朋友 分手 最后的晚餐 不叫最后的宵夜 不叫晚餐 就是宵夜 就是两个人就喝酒 不停地喝 然后说了很多话 然后就打滴 那还是一个落雨的 那个晚上 那个滴是 就在街上走 后来我说了一声 我说停一下 停一下 因为我有点忍不住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想象 那电影镜头 我后来经常想起这一幕 一个滴是停下 两边门打开 一男一女 这是恶心还是浪漫 这是恶心还是浪漫 浪漫浪漫 恶心 浪漫浪漫 浪漫浪漫 只有这种事情 你的记忆深刻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子 说在回家的出租车上 我问司机师傅 爱情是什么 师傅看看我说 吐车上200 真的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深夜食堂 我老想起一些个 这个唐诗诵词 我觉得就是 你看 过去好像是李泽厚 还是谁 曾经讲过 就说是日本的 日本叫悲感文化 我们中国是喜感文化 就这种热热热热热烫 烟火气 日本的那个 你看我看深夜食堂 我倒不是说 备它的这个美食 我觉得那种味道 为什么就沁入心腹啊 就是我就想 一看那个就想断肠人在天涯 对吧 就甚至于你想中国那个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就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杏花村 往往就有一种啊 孤魂野鬼的那种 它那种调调 我自己其实有个 特别动人的 类似于是夜市堂那种纪念 是在日本 在那个曹鸭那个地方 你肯定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居住区 然后那有一个蒙古餐厅 内蒙古餐厅 叫西林锅乐 然后有次在那去吃羊肉 然后就吃到差不多 九十点钟准备走 那个忽然灯光全部都暗了 然后那个厨师 是个内蒙古人 然后从这个后厨走了出来 他就把这个灯关了 然后就开始拉码头琴 就拉得特别好听 就而且是那种 就是你一看 他是一定是专业选手 就不是这个业余爱好拉码头琴 然后他拉的那一首叫母亲 然后你听的时候 就感觉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在母亲的七头悲戏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拉完 然后其他人鼓掌 你看日本人就是都言犯泪花 然后他再回到后处 又开始做饭 后来跟那个老板聊 他知道他是 那个拉码头琴的大师 他其实当时就是 已经是内蒙古大概排名前五的 拉码头琴的大师 八十年代到了日本之后 再也没有回去 每当想到母亲的时候 就出来拉自了一勺 我觉得这刚刚刚说断肠人在天涯 我就想到这个 他不跟大家产生联系 也没有说这个 来这个捧个人厂 给个前厂之类的 默默地拉完再回到后厨 小青你说吃治忧郁症吗 吃肯定治忧郁症 因为吃好多的东西 都是分泌多安的 比如说糖 很典型的 比如说油炸类的食物 这都是让人快乐 你有没有吃出泪来的体会 那是经常 就是遇到好的厨师 或者是遇到特别用心的 做的东西 或者是特别纯熟的记忆 都会让你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吃的食物 不是像我们拍电视的时候 吃的那样 我们也经常 我写过那个文章 我就说 我以前是每天都熬夜 都是两三点钟才能回家 然后回家之前吃一顿 基本上就是马拉拉面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拉面馆 但是你这时候能看到 拉面馆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人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特别需要慰藉的 你描述描述 我如果说我来讲的话 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小说来形容 就特别像金庸小说 那个《神雕侠侣》里面写的那个风铃渡口 郭湘第一次听到别人说阳过的事迹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围惧在这儿 感觉都回不了家了 都是被这个工作的压力压在这儿 你就会觉得尤其是北京的冬天的时候外面要再下点雪 你就觉得真是的 每天会路过一个这样的风铃渡口 我看过这个就有研究啊 就研究纽约的这个宵夜室啊 原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小酒馆啊小饭馆啊 是办公室到家的第三空间 而且你说这欧洲人的研究还得有意思 说loser说夜里出来的啊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夜里半夜十二点之后 出来小饭馆吃饭的人呢 就是基本上有种loser的感觉 他说但是呢 好像我们对于loser啊 有无限的共鸣 这是不是你说在宵夜的调调 是 我原来看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中国的调查 说中国最爱吃宵夜的人的收入分层 差不多是六千块到九千块 一月收入的人最喜欢吃宵夜 我后来想其实有道理想 低于这个这个六千块 就在家吃泡面了 对 他就是为了果腹嘛 真我跟你说 不是吧 这真跟地狱人格有关 怎么说 你这个可能对北京上海有有效 你对热爱宵夜的人 比如说成都人 他是不管收入多少 那那个 长沙 长沙 合肥 对 你就 铺子街是吧 铺子街 对 铺子街 那个 成都就是玉林 那每个店都是满满的人 在日本吗 我 我最最觉得时候是汶川地震 刚才是一个地震故事 我是去拍纪录片 我在成都盯着 然后我们记者都各个地方 我是负责来回送东西 我就在 我来了一个朋友 他看我发这个 这个当时还是博客呢 知道我在成都 他说你能 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 我太害怕了 这个我住在 他住在很好的一个酒店的 这个比较高层 他说我老觉得这个地在晃 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现在这个 这个举国悲痛的时候啊 这个你要去吃宵夜 这个显然不太 就政治不正确嘛 他说可是我太害怕了 我这样吧 我呢去你酒店看看你 我陪着你 难的啊 我就打个车 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从 原来我们都住在郊区好 送东西嘛 第一次往市中心去 到了人民公园 那个老妈提花门口 那个路上全是成都人民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太热爱生活了 哎呦 你这个都让我想起 这个沈洪飞评价小青的一句话 为什么我的嘴里长寒口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 爱的深沉 你说大家去干什么去了 不光是吃吧 他肯定我觉得 是不是有些精神上情感上的东西 为什么后半夜 跑到一个陌生人的那么个地儿 我讲讲日本的情况是 一般的如果是白岭蓝岭 他因为他第二天要上班 他不可能十二点以后还在那 一般是十二点以前打电话回去 日本最多干一种职业的是媒体 都喜欢下班也来 因为他上午可以 他没有打卡制度 上午可以睡觉 所以晚上他把稿交完以后 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杂志报纸 因为日本的直媒体还是很放达的 所以来到歌舞伎厅 来到我们都是一些这些媒体比较多 还有文化界的人 小牧 我刚才想起你戴墨镜这款 我就突然想起来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起小牧 我觉得挺心酸的 你知道吗 就歌舞伎厅案内人 当年几十年前 这就是一个人到日本那打拼 你想在黑白两道汇集之地 一个中国人打开一番局面 到最后警察见面都敬礼 是吗 对 我就说你有没有 他曾经被绑架过 被黑道绑架 他的故事我们都听过 就是说你有没有问 你刚去日本的时候在那混 那有一天晚上 不仅遭受什么挫折失忆 你有那种体会吗 一个人孤魂扑在一个居酒屋 我带着老婆去了日本 他还跟日本人走 逼着我离婚 那是最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留在日本 我是穷学生 为了签证也好 问了什么也好 所以当时他逼着我离婚的时候 我到大使馆去 要让他护护他 那时候你们失事 你们自己到警察署 去报警 那时候也不太好 也不想把丑事搞得太大 所以那种肯定有压抑的时候 那时候还好我不喝酒 但是我会出去 可能找个朋友聊聊天 吃点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因为日本的24小时店是很多的 日本的一夜间开的店 吃的喝的 不管是玩的都有 你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 你跑到这个小馆去 你自己觉得有胃口吗 没有胃口 但我会叫个女孩子来 所以后来发生了日中战争 什么叫日中战争 就是我带了一个 找那个日本女孩子 一起到那个小酒馆里面去 其实我也不能喝酒 但她能喝啤酒 结果被我老婆发现了 冲进来 把那个啤酒杯 你老婆不是就要跟日本人走吗 对 但她看到 她自己可以乱搞 但是你再真正 她被抓到那个证据还是不 这就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很强势 对吧 所以后来就生的那个孩子 19年以后念 不是我的那个 就是那个 所以她拉着那杯啤酒 人家喝到那杯 那就是中日战争发生了 那就是那一次 第一次在这里 她跟那女的打起来吗 跟那女的打起来了 日本女的也会 那女的粉丝干嘛呢 我挡着呀 我挡着那让日本女孩都跑 日本女孩都很可怜 很可怜是吧 这才是深夜食堂嘛 这才是深夜食堂 克制自己的民族 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就是11点钟 像新宿啊这样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酒馆打烊了 大批的人开始往家走 赶最后一班地铁的时候 每棵树都有一个中年男人 在扶着树 默默的吐 不出声的吐 你知道吗 很克制的 很克制的 轻声 非常轻声的 我跟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拍我们的留学生活的 那个导演叫张焕琪 是我师兄交流过 他说是这样的 这是我热爱东京的原因 它是一个悲情的城市